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早知道,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做得还不错,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三生三世枕上书》是一部古装仙恋剧根据唐气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青丘地基白凤九》和《太成功神尊东华帝君》之间2000年的情缘故事。 剧中迪丽热霸饰演的是《青丘地基白凤九》,高伟光饰演的是东华帝君他们之间的高田互动,撒糖无数。 目前已经大结局了,但是依然一难评,原著中有些名场面未播,还有收尾略显仓促。 除了东华帝君和白凤九差一个完整的婚礼外,还有儿子白滚滚的戏份太少。 和东华帝君父子相认后就假然而止,不少网友表示心疼白滚滚,想看番外。 据悉,《三生三世枕上书》的原著作者唐七公子,在聚播完后就写了番外,在番外的情节中,凤九还在昏迷中未曾醒过来, 还需帝君每天为要悉心照顾。 虽然每天深夜白滚滚都会自觉醒来,帮白凤九盖被子自从白凤九和东华帝君一间房后,这件差事就交给了傅君来做。 而白滚滚就独自一个人睡,看着父母亲是不是撒糖和秀恩爱,画面非常有喜剧感,可怜白滚滚了。 众所周知,白凤九在太成功当先额的时候,厨艺就非常高,还经常帮忙修正帝君做的黑暗料理。 而婚后一家三口在碧海苍龄的生活,也是简单快乐,白凤九做的糕点非常可口。 东华帝君曾经还跟宋墨叶抢糖和糕点吃,而白滚滚也喜欢吃糕点,他问东华帝君如果手里有七块糕点给如何分配。 帝君想了一下说你三块,你娘亲四块。 看来东华帝君心中,白凤九是排在第一位的,而又呆右萌的白滚滚只能排在后面了。 除了分配糕点不公外,白滚滚还需学会认识和尊重长辈。 白滚滚也要称呼哲言为舅舅,因为他是娘亲白凤九的亲人。 而连宋三殿下却是最八卦的叔叔,还有好看的姐姐成语元君。 作为天地共主的儿子,白滚滚一头银发,简直是东华帝君的小翻版,颜值更是毋庸置疑了。 跟阿里撒脱的性格完全不同,还有白滚滚继承了白凤九的自信和勇敢。 性格也继承了东华帝君的理性和沉稳,都是阿里跟着白滚滚跑,他们的相处应该相当有趣。 或许白滚滚最大的心愿便是帮忙娘亲白凤九和夫君办一场盛大的婚礼了,让四海八荒见证他们的幸福和甜蜜。 虽然东华帝君人狠话少,但是在白凤九面前却经常卖蒙又示弱,可见婚后白凤九的家庭地位有多高。 尽管编剧对大结局留白,但是作为原著粉依然期望可以在番外里,可以让白凤九和东华帝君有一个完美的婚礼, 像白浅和叶华那样满足粉丝们的心愿。 这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请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会。